一口气看完西聊八十八年历史 一一二四年 耶律大师城隍到达的工程 建立根据地 一一二五年 西夏联络耶律大师攻去京朝的山西附军 一二五年 耶律大师开始成年 提议和力攻打京朝 一一二七年 白大大人与耶律大师同好 拒绝将把笔赖给京朝 一一二九年 耶律大师率军攻去了京朝的北方二年 一一三零年 金戴宗派耶律女主 石加努 巴黎素征讨耶律大师 但由于诸部落不同意出兵 大军行进至乌纳水河风兵 一一三二年 耶律大师在夜密历程 称地建国 号 拒尔汉 群臣又尊汉号为天佑皇帝 建元延庆 至此 西辽正式建立 雄年 当耶律大师巩固地位之后 开始扩大领域 他率领军队南下 进入高昌回湖王国 国王没有组织抵抗 便规顺了西辽 耶律大师把高昌回湖王国并入西辽版 但仍让他继续统治这一地区 一一三四年 耶律大师把东东喀纳和盟长作为护雍徒 一一三五年 金在正西辽 金军进入沙漠后 被西辽的扶兵多次攻击 护将外加的本来是契丹人 得知父兄棋子都在西辽军中 率扶下起 金军在西辽军和起义军的夹击下 大败而归 一一三七年 西辽又开始了第二阶段的向外扩张 击溃西部喀纳汉王朝军队 一一四一年 西辽问题终于引起了塞尔驻帝国方面的不满 桑加尔便以圣战之谜 东元四方的部队参与东征 此举也得到了西斯坦 卢尔 加兹尼 马赞德兰等 呼罗山地方领主的响应 近十万人陆续加入了塞尔驻帝国大军 明年 塞尔驻与西辽军队在撒马尔汗美部的卡特曼遭遇 塞尔驻军虽先生活人 取得了一些胜利 但西辽军队越战越猛 此战塞尔驻军队伤亡惨重 死亡总数大三万人 耶律大使以朝圣都 获得大圣币占领了西喀兰汉 东城撒马尔汗 从此塞尔驻军队出河中大区 143年 一代穷主天佑皇帝耶律大使在虎斯沃尔驻 年57岁 再为20年 一位耶律大使的赫赫工业 使得他的姓名成为西辽的象征 即使数十年后 西域各国 南宋和京果仍依旧以大使之名代之 西辽历代君主 群臣遵耶律大使之期 萧塔慕燕为赶天皇后 从此赶天皇后执政 赶天皇后改元贤京 执政七年 即间西辽安定发展 社会稳定 1150年 耶律一列长大成人后 赶天太后萧塔慕燕归正人儿子 是位西辽人宗 同年 耶律一列亲政 即间蜀国花大子婆和西卡拉韩国因葛罗路人发生冲突 西辽支持西卡拉韩国 后经过调节平息 1163年 耶律一列去世 因儿子年幼 尤其媚普苏丸执政 视为成天太后 即间西辽对花大子婆的控制又有增加 1178年 西辽发生宫廷事变 普苏丸和丈夫的弟弟同奸 扁杀丈夫 被驸马之父射杀 地位由耶律一列之子直鲁古继承 视为西辽末地 耶律之鲁古登基后 没有祖父 祖母和父亲的治国能力 连姑母成天太后耶律普苏丸的水平也达不到 只是一位隐隐游猎 不离政务 西辽国士开始轻腿 地方统治伏败 国内矛盾也逐渐激化 西辽的附庸国 西卡拉韩王朝 花大子婆 高昌纷纷返盘自立 1204年 被蒙古首领铁木针击败 并赶出领地的乃兰部首领太阳汉之死驱出旅 在走投无路之下率残步 越过天山到达西辽国土 投奔西辽皇帝耶律之鲁 1211年 驱出绿帅八千骑兵突袭 正在虎斯沃尔朵郊外出列的耶律之鲁 俘获的西辽皇帝 夺取了西辽政权 1218年 蒙古军进攻西辽 西辽王 至此 比3日3第2号 享国88年的西辽灭坊